这个台湾小朋友的棒球技术非常好 我们收获了很多 学到了很多 百庄后桥田队 加油 华球年约 年约 加油 加油 无锡作异 加油 方天国桥 加油 自2011年开始 台东县体育发展基金会 与无锡哨棒开始接触 让两岸小球员相互交流 切磋球意 以球会友分享球赛经验 提升彼此水平 2016 阳光 空气 台东情 太平洋杯两岸哨棒交流赛 7月29 30号在国立台东大学 附属体育高级中学棒球场举行 30号下午圆满闭幕 那么未来呢 我们也期望说无锡队 在整个大陆呢 就跟我们红业国小一样 带动了整个大陆的这种 哨棒的水平 那么我们台东的这一个棒球队呢 也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台湾的棒球水平 两岸的棒球水平提升了 我想我们华人的棒球呢 就可以在世界的棒桿上 发光发热 这次无锡联合无锁小学 组成三支球队来台 不会台东的酷鼠一同奋力挥洒汗水 那么在整个比赛中 我们也看到台东的 少帮队的水平 普遍比大陆 比无锡的水平要高一些 那我们的孩子们 在同产竞技的过程中 也努力在拼搏 在发挥团队的作用 在学习 在进步 那么比赛的结果 胜负 我想孩子们固然也觉得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利用这样的场合和机会 能够对小朋友 在对棒球的理解 棒球运动的了解和 这个感情的投入方面 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并无典礼中颁发个人奖项 最佳打击 陆业彩蝶红紫节 最佳打点 新生国小杨成祥 最佳投手 陆业彩蝶黄汉克 最有价值球员 丰田国小何冠中 最佳教练 陆业彩蝶成直信 团体奖 电军 无锡市冰湖区 华庄林园中心小学棒球队 季军 台东丰田国小 亚军 台东新生国小 冠军 陆业彩蝶棒球产业育成协会 精神总锦标 无锡市广义中心小学棒球队 无锡市席山区 百庄后桥实验小学棒球队 原本若空无人领取的拳类打奖 主办单位特别让各队伍派出一名球员上场 集出最远的那一方 可获得该奖项以及鼓励奖金 最后由陆业彩蝶 刘青荣获得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